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 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緩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是嗎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為什麼我不明白 今天是2022年12月27日 我是John Sam Billy 這個2022年還有幾天過了 大肆回顧有什麼大肆回顧 有什麼大肆回顧 大肆回顧就是 今天也沒有發生 我真的想不到世界杯子 我真的想不到世界杯子 看回很多電影去戲院 今年 是呀 泛李宗森 泛李宗森 是呀 全部都是今年看的 我剛才收拾桌子 我乘搭飞 我乘搭飞飞 都是今年 今年的飞飞 今年是香港的飞飞 今年我想我入場也看了20套 這麼厲害 我應該有20套 真是香港電影靠你 香港電影我看了 我應該只有10套 其實我也看很少 去戲院 我意思是 未夠10套 其他渠道也看了很多 我都看了 差不多 沿路山卡拉 今年看得多港產片是真的 是 看得多港產片是真的 明顯多了很多 你現在看完了 那什麼善心你也看了 是心裡美的 是心裡美的 心裡美也看了 你現在看得多 你的戲名也讀錯了 你有沒有尊重過香港電影 我連電影有沒有上的 我都不知道 而且也不止 電影 今年其實ViuTV比起 他往年多了很多電視劇 是 基本上我們也看了 差不多 除了 心靈寺 我看了 昨晚 昨晚出了一鏡 出了一秒 是的 如無意外 他也是一個幻象 在這部電影 都只是一個幻象而已 這樣 稍後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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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了 剛才說 我們先說香港電影 很厲害 我看了二十多部電影 我找到了 2022年的香港電影列表 屠玉兄弟2 我看過電視劇 我看過電視劇 還有 屠玉兄弟3 一年出二三 這麼厲害 兩年出三集 應該是 因為早兩年他沒有上 我想問一下 是在中國好收還是怎樣的 但是屠玉這些東西 中國都可以拍到嗎 他看中國有照片嗎 我不知道啊 應該有也不奇怪 但是奇怪 如果沒有照片 可以拍到第三集 是啊 不過我想他這些成本不高的 我想 同一班人同一個場景 是啊 也是一個景 是啊 還有一套叫明昏 你肯定沒有看過 明昏 沒有看 然後就被消失的空漢 是不是達達做的那一套 是啊 不是 達達 達達做的那套 是否叫妄想 叫做焚身 焚身 劉偉恆導演 剛剛兩個字 劉偉恆導演的 那個什麼反起跑線聯絡 反起跑線聯絡 反起跑線聯絡 被消失的空漢 你沒有看 沒有啊 還有一套的天空 那裡 說疫情的 好像說疫情 不是 是慶回歸的 慶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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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神探大戰 我看了 我看了 有一套電影我真的沒聽過 吸我一天 是黃祖南和蔡卓妍 好像送給你的 這套電影 嘩 是不是 接著還有七人樂隊 七人樂隊 還有剛剛 也有看的心裡美 然後就沿路山卡 剛剛有了 第二個明日戰記 我先看了 一二 我先說了 泛氣攻心 失衡空間 沒有看 一路同行 那麼多鬼片 失衡空間 失明的世界 是 深宵閃避球 正義回落 猛鬼三寶 沒有看的 這樣 接著 致命24小時 我知道 葉念心 他翻拍這個盲女72小時 嗯 聽名字 接著還有AK的忽然心動 忽然心動 上了 無聲無聲 真的反應 這個 這個 我想你也不要說是不是AK的問題 你看完AK之後 裡面的人腳 你是不想看的嗎 五千禮啊 大哥 五千禮啊 大哥 我都忘記了 是啊 幸好你忘記了 線亡真是好 哈哈哈 還有過時過節 和紮露微塵 嗯 嗯 嗯 那麼 紮露微塵 剛剛 現在上進了 那 我 我 我數一下 我數一下 我看多少 一 二 是不是計算在什麼 三四 只是在戲院 不一定 總之你有看過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三 五 六 七 原來我看了七套 我也是看了七套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下吧 上吧 上吧 沒有啦 上吧 上吧 沒有啦 上面那些你全部沒有看過的了 我也是七月打後才看的 是啊 七月打後 我今天 你看一點就行了 我根本是兩套看的 一 二 三 四 明顯你知道這傢伙沒什麼做的 十 十套 是嗎 你多過三套而已嗎 不止吧 其實十套已經很多了 那些鬼片你沒有看 那些鬼片你沒有看 是 那些鬼片你沒有看 OK 喔 這樣 多過三套已經很多了 未來還有多少套 不是啊 黃秋生那套是不是 黃秋生那套呢 八天青春 還沒上 下年 還沒上 那還能說一次的 金像獎 這樣 精彩呀 今年 有兩套 有兩套 有兩套戲 不斷破紀錄 明日 戰記和 泛氣攻心 啊 這樣 後半年是精彩一點的 後半年 因為越來越放寬的嘛 那些 這樣 說回電視劇 電視劇 剛剛那套百萬同居計劃 就叫做 結局我也沒有看 結局我也沒有看 百萬同居計劃 為什麼呀 沒所謂的 其實在臨後那兩集 不是 最後那兩集 大哥呀 聖誕節呀 都可以看電視的 做什麼呢 可以可以可以 都可以的 不過就是沒有看 OK啦 這樣 其實就不是 最多話 有講回 為什麼要同居呢 是沒有的 其實也有的 因為他 快要死 想死 我想這個 不算是一個 搞這個計劃的充分理由 我只是想到這個理由 他也是這樣說 但是這個是 不整個理由的 你拿幾百萬出來 找一堆家人來陪你 這些不算是理由來的 你不找你老爺 有實在 有錢人的想法不相同 又不要那麼極端 問題是 我也知道想法不同 你拿幾塊東西出來 我陪你住半年 你要和我住半年 你還給我10塊錢 這樣 到最後 這幾集 都是 都是 其實這套東西 真的可以說是 佛線可塵 有人說是ViuTV的愛回家 甚至是他們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他們這一段愛情戲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這樣 很理所當然的發生 是理所當然 到是 我看到他們 說都沒得好說 是呀 正式拍拖的這一幕 我都覺得 嗯 都是這樣 什麼愛回家那些 比他更複雜 那些劇情 這樣 然後 跟著 也是 我們一直救病的 為什麼每個主角都要有個 有個仆佳的 阿哥 阿哥 是 原來 這次他更厲害 這個仆佳的阿哥 突然就殺個老闆娘出來 原來他們不是親兄弟 我已經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原來他們不是親兄弟 是不是很奇怪 是啊 他是突然之間 去到第幾集 第四 第十 不知道 十二集 應該 應該不是我看的那些 我看的那些 還是親兄弟 不是 原來不是 然後他說原來 是他小時候 吳趙明 阿燈仔小時候 是的 家人就 不理他 他每天只擺下20元 給他吃飯 那麼他就 那時候 他阿哥 就是 陳子 陳子豐 是陳子豐 他就是一個茶餐廳的 水吧 在那裏做事 是的 那裏有賣菠蘿包的 他說 Anson Lo每天在那裏等 特價菠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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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就叫了他進來 他就做了一個 他中間他有提過的 什麼 什麼 火腿 什麼 煙肉炒蛋 菠蘿包 差不多 加了他炒蛋進去 是的 加了他炒蛋進去 他跟那個年輕人說 你以後沒有飯吃就來找我 這樣 嗯 那支付支付 他就從此就叫他做大佬了 原來就是這樣 為什麼不早就交代 是的 是不是 我也覺得很惡然的 其實 我也記得很惡然的 為什麼突然間 把這個設定搞成這樣 你這些可以一早交代 是的 你不是打算用他扭桥嗎 然後我就是以為他扭桥了 原來他結果就說 之前Ansono給了一筆錢給他還的 結果原來他沒有還 大家犯了面子 原來那筆錢他拿了哪裡 他送給一個女人 那筆錢原來 他一直以來他做事那些 他都要把那筆錢拿給那個女人 然後那個女人 我心想 難道他不知道 阿媽 阿媽 難道是Ansono的媽 我心想 會不會太複雜 然後不是 不是Ansono的媽 原來是當年那家茶餐廳的老闆娘 為什麼 他說那個老闆娘 他說那個老闆娘 總之有病 茶餐廳就沒有做了 又有病 說什麼當年他也曾經給過這個 陳子豐累積到他雞毛鴨血 不知道因什麼 好像都是因為欠人錢 結果 結果陳子豐就是因為內疚 賺錢回來 就是要為了 醫治好他的腎病 會不會 會不會 會 會 很複雜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要弄到這個故事這樣呢 我就是覺得這套東西 到了這個地步 連我們想找東西說也找不到 是啊 又不是說你不好看的 總之我每晚就這樣坐著看 看完就走過去 沒有了 你想找少少東西說一下 你也很難問 一些好看的東西都是這樣 你應該表現依然出色 其餘就沒有了 又是這個年輕人 姜濤的弟弟 他就是演了Anson Lo的童年 童年 你以為還有飛機 他又 找那個木銅帝王子 原來是霍國 快樂小木銅 究竟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 原來是霍國 原來是霍國 就是易先生 又搞了一大輪 之後 他們還有一段招 他就是要對付那個老千 那個女人 那個師父 對付這個師父 用的方法也是極其無聊 用的方法是極其無聊 簡單說就是 放大聖野上台 放大聖野上台 等個老千握夠大聖野 再叫大聖野去追殺他 那些人 那些人 做完了 反而呢 這段是挺精彩的 張同組這一段 他反面的那場戲是OK的 話說他們在家裡 本來是開開心心打邊爐的 應該就是這一段 開開心心打邊爐的 那突然之間 這個就是 簡武華的外父 老爺 蘇先生的老爸 是的 他老爸 突然殺出來 哎呀沒有什麼 我來看看你而已 你們繼續打邊爐 那天晚上其實 大家玩得都很開心 那結果第二天 第二天 喝早茶 他原本說得開開心心好地地 突然之間反面 你們這一班人都玩夠了 什麼時候離開我的房子 你們都是為錢而已 那就是那些 粵語長片的 的情節 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了 之後也是這樣 簡簡單單 完了 故事 既然你還沒看 我就留一點點空間 讓你們有空再看 有空先 我要先看第一段 還有金制有國 我看了 我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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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一集 我看完了 我看完了 這個 很長時間也都會留在家 留在家裡 留在家有什麼做 因為可以一起視劇 我還要開個黃標 去看完這個長假假 那你真是 不要動 我很充實 沒有胖就瘦了 因為沒有胃口沒有怎樣吃東西 那我一邊看